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被送到了他家 一个月给五十块钱 他姓秦 早年得过天花 一脸麻子 我去之前据说他已经照管过十七个孩子 少则几天 多则几年 他自己也有一个儿子 叫小海 那年已十二岁 把还不会走路的我架在脖子上满怨风泡 那年我病了 高烧不退 他把我用毛毯一裹 就去找我父母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都想不起来看我了 恰逢我青生父亲那天心情不好 远远看见麻脸女人背着我来了 竟然飞奔回屋 把门重重地关上 我得的是急性肺炎 处院押金交了三千 那天他把我背回家 一边骂 一边找出自己的存折 然后带我直奔医院 后来小海告诉我 他把那么厚一塌钱递进脚废窗口时 心疼地哭了 我病好后 发生了更严峻的事 父亲拒绝认我这个女儿 更拒绝再提供当初说好的五十块钱生活费 我有亲儿子 谁要你管 他冲到我青生父母家 握紧拳头砸门 可我那伟大的双亲 就是有本事任他砸 不出一丝声音 他最终没有把我扔在那个门外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可一放下我就哭 他没办法 生入初中那年 小海去了我们本地一家钢厂做工人 他如是负重 对我说 这下好了 有你哥供你 我可解放了 我和他一样高兴 我知道他辛苦 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就起来做凉面 磨凉粉 然后推着小车出去卖 直到半夜才回来 能不苦吗 他也快五十岁了 我们俩欢欢喜喜地等着小海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回来给我交学费 可是等到月底小海进门就把手一摊说 打牌输掉了 妈 你揍我一顿吧 那一顿揍得真是惨烈呀 小海的哭叫声像杀猪一样 后来 学费还是交上了 他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 当他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他哭了 不知道是心疼自己的钱 还是弃小海不争气 小海终于在工厂待不下去 嫌太枯燥 于是有一天 他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说是要出去闯一番事业 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整整哭了三天 哭小海这混账孩子 一溜烟跑得没眼 将来谁管他 谁给他养老啊 我说你别担心 就算小海不管你 我管你 他带着哭腔说 我有亲儿子 谁要你管 恨我不是他亲生的 大学四年 我是咬着牙读的 不仅刻苦 而且坚持勤工俭学 不到万不得已 坚决不找他要生活费 他还是按着月计前过来 我攒到一定的数额 自己添上了一些 再打回去 他惊愕 打电话来质问 并说 你要不学好 在外面挣些不三不四的钱 我就和你拼了 每次我都气得哭一场 然后就是毕业 找工作 并交了男朋友 他叫董伟 城市人 家境一般 当然和我比 好到了天上 我们结婚买了房子后 他说要来看看 然后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说了 来的真实目的 并不是来看看我这么简单 小海在外面闯了这么多年 并没有闯下事业 反而在一次口角中 把人家给打伤了 对方要告他伤害罪 死了也行 但要赔十万 他在家中哭肿了眼 这才想到了我 我很难过 比起不争气的小海 此刻的我更恨的是自己 我觉得我在他面前陷了眼 曾经口口声声说 自己比他的亲儿子有出息 可当他有难时 我依旧束手无策 他来的时候 带来了一口袋板栗 那是我们那地方的特产 进门的时候 他很欢喜地拿出来 全然不顾板栗的口袋底部 沾满了泥 等我有些洁癖 立刻就受不了了 脸色都变了 第二天 他便说要回去 我强流 几乎都与他吵了起来 吵完了 他还是要走 我指的进卧室 把存者找出来递给他 真是惭愧 工作四年的人了 可全部存款只有三万 他断然拒绝 我急了 差点又吵一架 然后他才说 那天给你打完电话 我就想催自己两口 你刚结婚 根基都不稳 我还找你要钱 真的太不为你着想了 我也想通了 这是小海自己做的孽 只好他自己去承担后果 我管不了 也管不了那么多 自从他回去后 我的小家 他再没来过第二次 在电话里催急了 他就说 我又不是你亲妈 也不是没饭吃 去多了 姑也该不待见了 养母藏了一辈子的心思 她老了 我满三十岁那年 她七十岁整 她得了很严重的白内障 走到她面前 除非叫她 否则 她是看不清你是谁的 小海从监狱里出来 终于开始发愤突强 不仅开了一家加工厂 当了老板 还娶了一个 比他小十二岁的媳妇 小海买了新房 他执意不搬过去一起住 现在 他的房子面临政府拆迁 看来想不搬都不行 小海说 为此他气得不行 整晚整晚 看着他磨凉粉的旧家时 嘴里念叨着 我用这套家事 养活了一儿一女 现在儿子是老板 女儿是老师 我多大的功劳 如今 说丢就丢了吗 听了这话 我鼻子发酸 她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 承认我是她的女儿 因为我总是想着 我不是她生的 长大了 势必要回到 亲生父母身边去 白眼一场就算了 再投入感情 到失去的那一天 岂不是更痛 那扇院门这时 缓缓地打开 我看见小海那年轻的夫妻 扶着她慢慢走出来 她一边走 一边说 我先说好 去你们那儿住可以 但我磨凉粉的家事 也要带过去 小媳妇点头 成 咱们带过去 她又说 你以后在家 不准喷香水 我温了头晕 小媳妇说 成 不喷 她接着说 晚上十点以后 必须睡觉 灯开着 还我眼睛 小媳妇说 咱去做手术 把白内障摘除 她扔起来 手术吗 你想害死我呀 我笑着笑着 又忽然想哭 于是 加快步伐地跑了过去 她眼睛不好使 可听觉很敏锐 警觉地问 谁 我吸一口气 扑过去抓住 她的胳膊 说 娘 你猜 不敢老啊 小燕 她瞬间就认出了 我的声音 我扶着她准备进屋 我们先进屋吧 我知道 她对小海的媳妇 态度不好 也是在生自己的气 她要强了一辈子 哪里能接受 现在落魄的 成为家庭的累赘 我把这话 告诉小海媳妇 也就是我的嫂子 嫂子也表示 能理解 虽然她自己的爸妈 还没到这个年纪 但也见过自己的 爷爷奶奶这副模样 听她这样说 我也就放心了 再到后来 我仔仔细细地 和她进了个手术 就像是挂个吊瓶一样 没多大事 也花不了钱 没想到 杨母叹了口气说 闺女 我这是不是真的 老了不中用了 现在小海虽然当了大老板 但每天也是累得很 我还想干点活 给你们分担一下 现在可好 连那杨你们俩长大的家事 也要给我扔了 我现在还要花钱 万一有个万一 我也拿不出钱 我没等她说完 就拍了拍她的手说 你说的什么话 我们是兄妹两个人 现在生活也越来越好 有一个有难处 另一个肯定绷得上 哪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这两天 我就让小海 把那个小手术定下来啊 到时候 躺着睡一觉就行了 过了俩月 我再去看她 她正在小海的新家楼下 晒太阳 手里也停不住 说是给孙子外孙织毛衣 她说 哎 不敢老啊 终于盼着儿子女儿 都有出息了 孙子外孙们 也要看着长大才安心啊 我笑了笑 也不再去劝她 好好想着自己就行 现在 她这样有盼头 有希望的生活 对她更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 听完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觉得不错 记得右下角按赞哦